二一個就是這個平臺 就是方法和技術的支撐 實際上這個工作就是關於這個合作研究平臺 我們幾所大學和包守民這邊的 這個職工數據中心已經是在幾年都在合作推動這個事 就是我們的目標那個時候是做GIS和信息共享 和特別是在社會地理方面的這個計算方面 那麼想這個做一個我們的一個雲平臺 那麼這個雲平臺就是讓全球的學者 能夠共享的這個數據資源 能夠共享我們的模型 那麼這些模型的方法以及提供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是可以通過這個拖曰的方式 來進行這個就是說這種建工作流 把這些模型關於進去 那麼這個我們已經在幾年都在推動這個事 但是實事求是的說的話 就是沒有一個大的一個像這次疫情這麼樣的事 大家也可能不會像這麼集中來幹這個事 所以這一次我們正好就是出了這個事以後 鮑老師說我們提出來有幾個單位合作 將去把這個平臺來推動出來 那麼這個平臺推動出來 就是說以前就是我們吸收在全球的這些 搞集體的議程模型的一些單位 那麼我們做出一些這個方法可以插進去 然後通過這個手動的這個工作流 能夠建一個快速響應的應急平臺 我們就以前做一項工作就發很長的時間 然後從這個數據的整理到這個模型的開發 現在有很多現成的模型 那你可以進行修改 包括工作流就可以進行一些修改 這就是說關於這個工作流的 我們要建一個可扶制 可重複 可擴展的一個這種 這個相當於這個系統 那麼它的門檻也比較低 這個比較容易操作 模塊化 可扶制 可擴展 這就是它的一個工作流 這個是我們在這個平臺裡頭的一個支撐 那麼在這裡頭包括這些數據的可視法 和那些都有現成的工具 那麼這個大大減低了這個論文的程度 和這個所用的這個農曆程度 這是一個 那麼有了這個平臺以後呢 我們希望能夠建立起這個國際的 這個合作的這個機制 那這個合作的機制呢 當然現在這個我們 這一次呢建立了好多的這個團隊 包括文件導讀的團隊 工作流的團隊 文獻福祉的團隊 還有學生新聞編輯 數據導讀這個團隊 那麼核心的這一塊呢 就是哈佛五大 交際眉山大學 以及清閥和百大 那麼一起參與進來再進行這個 數據的整理合作這一塊的這個研究 那麼在這個平臺呢 我們同時呢 可以進行這個教學應用的研究 這個教學應用的 然後科學研究都可以 這個現在武漢大學呢 我們暑期班開了一個 計算社會學以社會地理計算 那麼這個呢 我們有秦昆教授在那裡主持這門課 那麼這一次呢就直接在這個平臺上面做 我們以前呢 也在這個平臺上面逐漸開發了一些案例 去年呢在武漢呢 也專門做了一個 一次講座來推這個事情 然後同時呢 我們有一些基金項目 有一些國家的一些項目呢 在其實 包括這一次的資產科學基金的重點項目 資產科學基金的這個應急項目啊 哈佛和交際眉山和CDI一起參與的 我們國內呢還有一些這個不少項目呢 也在這個用了這個平臺在做 那麼其他的國家呢也有一些 地企業有一些在做 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 我想呢這些呢我就不想一講 那麼這一次呢 同時呢我們做過這個培訓與交流 那麼這培訓與交流呢 這裡就是說培訓的數據的這些分析的 這些解讀的講座呢就做了好幾次講座 十次講座 就是說我們呢就是整個這個 這一次的疫情的這個講座 包括模型的一些講座 然後數據的導讀的這一塊呢 也單獨的這一些小的這個講座吧 那麼還有一些文獻導讀的講座呢 也做了好幾次 這是技術方面的一些講座 那整體來說呢這一次呢 我們基本上把這一次的合作共享的 這個模式和這個平臺推送出來了 然後同時呢也對這一次的疫情的 這個研究啊分析啊 提出了一些這個 就是有一些幫助 那麼在能力建設方面呢 這個我想呢這裡我們見到好多群 這些單位呢都這個很多單位都參與了 是吧 你看這個我想呢這次團隊呢 無論是疫情結束啊 還是那個 在很多這個重大問題上的以後都能夠清新 我們先來做一句話 Quân呢 我們先說什麼 我們先說什麼